白化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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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节日 那我们的下个星期四呢 就是这个星期四啊 大后天吧 就是我们的 阿弥陀佛的圣诞日了 还有12月21号呢 就是冬至日 就希望大家多念经 好下面呢 就跟大家呢 简单的 把那个白化佛法呢 跟大家讲一讲 实际上呢 我们一个人 在人间 他拥有最多的 就是不正的念头 那么不正的念头呢 在佛法界讲起来 叫邪思邪念 因为我们有邪思邪念 所以呢 我们就没有珍惜 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 实际上一个人 怎么样能够克制自己的邪思 就是不要去乱想 那就要看到自己的悟性 因为经常碰到事情的时候 就要想一想 我这个人是有悟性的 我这个人是能学佛 学得好的 我这个人心正 佛作主 所以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心不正就是魔作主了 所以 师父曾经跟大家讲 物者是本性 弥者永轮回了 所以一个人 开悟的人 他就找到本性了 而迷惑的人 他就在轮回当中 跳不出来 他一直以为自己对的 你就是出偏差了 所以人正知正见 才能出六道 所以佛经上讲 正见明出世 什么意思 就是有正见的人 实际上你已经在修出世法了 明出世 就是明就是 性命的名 明出世 因为当你能够 明白这些道理 你已经 已经在出世的 这个 氛围里边 比方说 我们 把别人都看成好的 就叫正见 把别人都看成一种 慈悲心 就叫正见 就算别人 对你不利 你也要把他看成 是一种 悟性还没有开 你不能把他看成一个 敌对面 你就叫正见 你今天 能够同情别人 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去感觉 别人受的痛苦 你这就叫慈悲了 所以 一个人 邪见 是什么 邪见 不能有 你正见 才会存在 你今天心中有邪见的 那么你 就是连这个世界的正和邪 你都不会去想 你觉得 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今天 这个理论一定是对的 我今天这个 想法 一定是对的 所以很多人 他想正见都很难 邪见 他带有一定的 自主性 也就是说 他认为某一点 是站得住脚的 然后 然后呢 可以遮盖了很多 他站不住脚的那些理论 比方说 我这个人 从来不害人的 我 这个人从来不害人 但是呢 我这个人呢 我就是 面子上过不去 开始 就跟人家争啊 吵啊 这就是邪见的基础 以为自己 拿一条 自己以为是正见的理论 来遮盖他自己 其他所 所做的那些 啊 邪思 邪见 所带来的行为 所以一个人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邪思 邪见 去除呢 实际上 首先 要放下 放下 放下 其实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身体和心理的平衡 平衡力 是什么意思 平衡力就是 感觉到别人的痛 感觉到别人的爱 什么叫平衡力 平衡力 就是我们 要经得起风 经得起雨 平衡自己的心态 不要一点点 批评都经不起 碰到一点点事情 马上就争啊 斗啊 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 那学什么佛啊 那这辈子还能成佛吗 因为我们现在毕竟在人间呢 我们在人间学佛 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痛苦 和很多很多的烦恼 讲句心理话 在人间现在末法时期修行 那比正法时期要困难的多呀 因为现在社会发展 物质文明 给人带来的精神享受 但是心理的压力 和心理的痛苦 会越来越多 所以让我们怎么样能够 能够去除自己的恶念 所以佛经常跟我们说 境界高的孩子 是不思善不思恶 不去想 没有什么对错和善恶 这是更高的境界 境界高了是什么 已经没有在心中拥有 恶和善恶 你做善事 也是正常的 也是没有概念的 你做善事 做到后来 你没有一点点恶念 你哪来的恶呢 一个人做恶念 做得太多了 你哪来的善呢 所以 修到一定程度了 你完全都是做善了 而且完全都是学菩萨的慈悲了 你哪来的恶 所以不思恶的话 因为你没有恶了 你根本用不着 再去拥有这种思维 来抗衡自己心里的那种恶念 所以 邪思和邪念 讲的就是 无时无刻的 要监督和关照自己 不要让自己的心里 有那些 不好的念头出来 所以 真正的修得好 善的 连善的 恶的 都要知道 这些都是不生不灭 不争不见的 也不要去想 因为 就算真的 也是在人间是假的 它也会生灭 一切拥有生灭的东西 它都是虚幻不实的 就像我们跟别人 斤斤计较 话一出口 当时觉得很有面子 事后 你会很后悔一样 这些都是虚的 所以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让自己的心 接受 正法 正能量 这就是 你在修行 所以把别人都看成好的 那就是 心中 拥有 净土 你们去看 如果一个人嘴巴出来 都是说人家不好的 或者眼神 或者思维 实际上 这个人就是没学好 如果一个人 他能够说 比较实在的 这个人有点缺点 那个人有点 有点 这个人 应该 是随顺 是随顺因缘 自然的 随顺的 如果这个人出来嘴巴 都说别人是好的 那么这个人 基本上 心中 无杂念 那么 有的人会问师父 那你 为什么 很多弟子 不好 你为什么要讲呢 你也可以说一句 这个 阿弥陀佛 你不要讲 要记住 在什么岗位 做什么事情 师父就是来 帮助 大家的 所以作为师父 如果不讲 弟子的缺点 那你 做什么师父呢 你就好好 修你的心就可以 所以 要懂得 救度众生 他本身 也是智慧的 光芒的一种 境界太低 你哪来的光芒 你只顾自己修心 而不去观照弟子 那你 又是境界 再往下走了 所以 总的来说 对声闻 圆觉 还有那些 阿罗汉果的 修 为修小成佛法的 我们可以说 你的境界高了 你就什么都不要去想了 不要去做了 但是对我们这些修 大成佛法的人来说 我们背后 无论人短 但是我们当了面 如果你是出于菩萨的心 看见别人 有做错的 有邪的 没有守戒的 你必须 首先守住自己的戒律 然后 才能提醒别人 让别人改正 这就叫正念 这就叫守戒 并不是管好自己 就万事了结了 实际上真正的管好自己 还要能够帮助别人 所以尊重别人 本身就是尊重自己 对别人好 就是对自己好 所以师父经常讲 要学得好佛 要懂得尊敬 尊敬自己的师父 尊敬自己的同修 尊敬我们伟大的菩萨 连今天看佛经 我都把手要洗一洗 因为当你去洗手的时候 你不要嫌烦 因为你洗手的时候 护法神就会给你加红点 当你说我今天要念经了 我念 我坐在那里 看见有什么地方不干净了 我稍微的起来 擦一擦桌子 或者弄一弄 这护法神看见 都会给你加红点的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我们星 因为星有很多虚空 宇宙虚空所组成 所以这个宇宙虚空 就像地球上的 我们的一颗沙子一样 它有很多的光点 所组成的一个光亮度 所以太阳和月亮 都是有很多的光点 而组成的太阳和月亮 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 都不能做错事情 这样你六根才会清静 这样你才会看穿宇宙的虚空 这样你才能生出智慧之心 好听众朋友们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的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 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那么接下去 我们就给大家做悬疑中枢节目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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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